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经济学的课程 本课程的授课教师是苏思敏老师 课文名称为经济学二 学分数是三学分 每周上课三个小时 是必修的课程 开课年期为四季一年级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包括四个 第一是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这是在知识的部分 在技能的部分 运用经济学的概念 分析各种经济现象 第三在态度的部分 弱实以经济学的角度 观察并思考各种问题 第四 逐渐养成对生活中重大经济议题的敏感度 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 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 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是 另外提醒同学 上课应该遵守智慧财产权的观念 不得使用一定的教科书 在成绩平常的部分 平时成绩 佔百分之五十 其中包含小考 作业 以及上课的态度 其中考 佔百分之二十五 其末考 佔百分之二十五 另外提醒大家 本课目山馆学院是采用 统一其中与其末考的时间 迟到三十分钟不得应考 考试时间将在课堂中宣布 请大家留意 本课目的教学大纲如下 第一周 主要探讨总体经济学 做总体经济学的基本介绍 第二周 探讨国民所得的意义与衡量 第三周 要讲解物价指数的衡量与应用 第四周 学经济成长的衡量及应用 第五周 失业率的衡量及应用 第六周 货币体系以及货币政策 第七周 是消极活动周 放假一个礼拜 第八周 讲解货币市场的均衡与政策效果 第九周 第九周 讲解储蓄与投资 第十周 是其中考 在三管学人会考的制度 第十一周 储蓄与投资的应用 十二周 讲解开放经济体系 其中会讲解到汇率相关的问题 十三周 商品市场 十四周 商品市场的均衡与政策效果 十五周 总和需求与总和供给 十六周 政府政策对总和需求的影响 十七周 货币货币 国家膨胀与失业的取舍关系 主要探讨菲利普曲线 十八周 讲解总体经济政策的讨论 十九周 是期末考 商管学人的会考